另外国立台东大学今年是第二次参与世界绿色大学的评比活动 也在912所大学当中评比为全世界第105名 也展现了台东大学近年来积极发展绿色国际大学的成效卓著 国立台东大学今年第二次参与世界绿色大学评比 获得世界912所参与评比大学中的第105名 展现东大近年积极发展绿色国际大学成果卓越 东大今年各领域都有很好的表现 其中以交通世界排名第56名为最佳 鼓励教职员与学生利用大众运输以及零排放车辆 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 并且每年补贴顶东客运8129路公车行驶东大至台东市区与资本市区路线 近年更投注经费于进大门口的校园内 兴建友善后车提提升公车利用率 并免费提供零排放电动车7辆 以及脚踏车121辆 分别供教职员校内以及学生户外教学使用 本次参加评比大学较去年增加132所 世界排名大幅要近55名实属不异 记者陈如台中报导 编号 感谢观看